所以我想跳着问一个问题 就是后来 祖海唱完这个《为了谁》以后 应该说红遍了大江南北 那时候你们给他打电话 有没有变化 绝不会 同学我觉得绝不会 对 同学不会的 对 因为小的时候 大家嘻嘻哈哈的那种成长起来 其实就现在我觉得 我就是不管 就是大家的职业不同 但是在他们的眼里 我还是那个附中的那个 我们这个 为什么每年肯定要见 就是我们同学聚会 为什么要聚会 就祖海说过一句话 从那会儿火了 咱得吃饭啊 为什么吃饭 我挣钱多 我请客吃饭啊 好难啊 好难啊 对 这永远的 绝对给你 好 发你们地点安排好了 去就吃就行了 都是祖海请啊 从那会儿到现在 那必须的 主要是聚会 都是他请啊 那必须的啊 我挣得比他们多啊 我必须啊 早知道是这情况的话 我也是你们同学该多好 刚才前面好像 别的老师们也说过 他喝酒的事是吧 哪一对 对对对 他一般都得喝点 然后他 他比我们喝得厉害 所以为什么同学是同学呢 就是只要一喝酒 或者不喝酒 一见我们面 还是这样 喝 我都喝了 你还不喝 然后啪 电话一响 喂 你好 我是祖海 对啊 因为我在外面 我得保持我的身份啊 其实完全不同的 两种状态 对啊 他喝多了啥样的呀 对 其实喝多特别有意思 我们附中毕业的时候 喝多了 就是我们班就是两个反差 祖海喝多了之后就 哇 哭得稀里哗啦的 结果另外的一个西沙 喝多了之后 嘎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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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嘎 就在那一个街上的嘻嘎 王笑 对 我觉得我那时候傻乎乎的 对吧 就有点冒傻气的那种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还 还在那个我们的寝室 就是演小品 我就在那演 你演谁 宋丹丹吗 我就谁都演嘛 然后演给 就逗他们乐 你知道吗 对 祖海今天在生活中 真的是开心过 我就逗他们 然后把左家的西沙 笑的呀 我家的妈妈我记得还在 对 一块笑 开心的 一块笑就说 哎呀 祖海呀 你搞错专业了 你不应该唱歌啊 你应该去演小品啊什么的 我觉得那时候 我是那样的一个状态 对 对